哈喽 大家好啊 好久不见啊 最近一直在干暗黑破坏城市啊 那么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之中 我百忙之中 还来做这个视频 就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事情出现了 那就是最近很多水友还有亲友嘛 他们都有在问我 就是说这个泰国签证是不是涨价了 哦不对 就是泰国金银签是不是要涨价了 那么原字就是这两天在刷屏的朋友圈里面 一直在刷的一个截图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 简单讲一下 他里面其实也就说了几个点 就是第一泰国金银签要涨价了 那么涨价他是说非官方消息 然后五年的钻石板会从六十万涨到九十万泰铢 那么二十年的 钻石板会从一百万涨到五百万泰铢啊 那么钻石板和薄金板的那个区别 我待会在后面说啊 那么现在先简单的讲一下 就这个视频 咱们快速过啊 只说三点 就第一点 这个今天会不会涨价 那第二点 那今天大概涨多少是吧 那么第三点还值不值得办啊 那咱们快速过啊 好那第一个会不会涨啊 那基本上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会涨的啊 那么为什么会涨呢 就是今年以来就半金银签的中国人还是明显的会增多了啊 那么再加上就是大家也知道疫情几年来啊 就是这个呃 各个国家通货膨胀其实都蛮大的 那么在泰国基本上就是这个呃 以一些比较基础的参考吧 就是鸡肉啊和猪肉这种价格涨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了 那么今天现在一八一九年就推出来的时候也就一百万泰铢嘛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 那么经历了这个通货膨胀 他要涨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所以说涨价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事情了 具体什么时候 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今年年底吧 反正应该今年以内是有八九是会涨的啊 好 这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是涨了多少 因为在我刚才发的那个图片里面啊 他里面是说啊 就是那个嗯 一个是从六十万涨到九十万 一个从一百万涨到五百万 就是第二个太夸张了 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那个泰国政府是不是想钱想风了啊 那么我这里先说一下 第一他自己也说的是非官方消息啊 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这个消息不是特别的靠谱啊 我觉得有一些他们自己加工的痕迹 长这么贵是不太会的 那为什么听我这内容去分析一下啊 不过我不是业内人 是我也不是中介签证 所以说你们也不用太过于的质疑我 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啊 你就没有这回事情啊 我就是一个呃屡居在清迈的一个普通人啊 好 这里先讲一下他这个薄金版和这个钻石版的一个区别啊 其实薄金版所谓的盖版就是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尊容卡的福利吧 只有最基础的几项就是一个是那个呃在机场就是你如果你是做国际航班出去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在机场的那种贵宾室基本上就几个大机场啊就是清迈的普及的或者什么那个曼谷什么的啊 他们的贵宾室你可以免费去那个用一下就是吃点东西吧 反正一个那个小福利 还有呢就是呃你入境从国外有入境可以有一个快速通关 但这个呢在清迈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一个清迈人比较少那曼谷可能有点用啊快速通关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90天待报导呃就是这样三个比较主要的权利吧 就其他就几乎是没有了 那么呃钻石版的就是贵了很多那个版本有些更好的福利包含什么呢 就是相对实用一点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豪车接送 但这个基本上也是只有在曼谷有啊 在清迈的话我朋友钻石版的已经体验过了 就也就是一辆丰田海市很普通的一辆车来那种接送一下啊 这算是有点实用了 其他还有一些呃什么SPA呀打高尔夫球啊 可能还要体检嘛一些那种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也没有办这个 但会有一些这种福利 但是这种福利肯定是不值得他所贵出的溢价的啊 就是我们坦率的说啊 好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那么在刚才的那个呃图片啊 就那朋友圈的那个里面是说的 五年六十万的那个那就是那个钻石版的 那么他说是会从这个六十万涨到九十万 那么我个人觉得有这可能性 但是我更倾向于可能是在八十万左右吧 我觉得九十万还是有点多啊 那么他里面最值得一说有点夸张的就是那个我现在的这种盖板的这个金银银银 他会从一百涨到五百万 我觉得自己觉得是在扯淡啊 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呃一百万的涨到五百万啊 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扯淡了啊 就是其实我们都不用猜泰国政府怎么想 就除非他们是白痴笨蛋是吧 不管你想最最简单的啊 五年的 钻石版的对吧 它是更好的一个签证 只要九十万 我办四次也是二十年 总共只要三百六十万 那你乞丐版的 就你乞丐版的是吧 那个呃一百万的会涨到五百万 你这差价就有一百四十万 更不要说你这个期间还有一些什么利息啊 什么付利啊 这种有损失的是吧 我觉得只要但凡你的算术是小学以上的 你就能够算得出来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泰国人不至于这样笨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好 那么这个二十年的到底会涨到多少 那么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啊 就第一我之前说过了 这二十年的分那个一百万的 勃金版和两百万的钻石版啊 那么我觉得就一种可能 就如果勃金版没有取消 就是目前的权益啊 还是和我的这个呃 原始的这个二十年勃金版差不多的话 那么它应该有可能 我觉得是从价格应该在一百万涨到一百五到一百八十万 但太猪左右 我觉得不会高于这个价格了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它直接就被取消了 就是它没有这个呃 勃金版了 它只留了几个通道 就是一个是那种钻石的五年的 或者是钻石的二十年的 那么钻石的二十年的 原价它是两百 也就是现在啊 据我所知办的人不多啊 那么它有可能涨到多少呢 我觉得按照通货膨胀的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三百到三百五十万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考虑到现在办的人也不多 我觉得它就算涨到三百到三百五可能办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或者只会更少对吧 除非它是要再附加更多的一些服务 但我想不出有什么一些更好的服务啊 那么据那个传的说涨到五百万啊 那就我个人觉得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它会增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 就是呃 你五百万买泰国二十年的这个 这个叉叉叉叉叉什么钻石钻金超豪华这个金银签的这个人 有可能啊 这个泰国政府会允许你在比如说拥有一套啊 价值多少以内的比如说五百万泰铢或者一千万泰铢以内的 然后以及这个呃多少面积以内的一套别墅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之前外国人持有这个泰国别墅是不可以的 只能买公寓对吧 那有可能就是你花那么大价钱买了这么贵的一个签证以后 可能泰国会不会给你这么小小的一点权利吗 我猜啊 但是也肯定是有限制 不是说你只要有了这个就可以买很多套一百套多少套 可能也就一套我猜啊 就如果真的要有五百万的这个 因为结合到嘛 就是那个呃 前段时间泰国政府还是在查这种私人公司 持有泰国土地的一种变相 持有别墅的一种那种呃 事情他们还是有在查 我觉得搞不好就真的有可能啊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推出那么贵的一个签证 不然的话我怎么想我都觉得五百万去买一个泰国签证 嗯 对吧 好那么第三点啊 那值不值得办啊 那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不是中介啊 再重申一下 我不是中介啊 那我就是看法就是还是一人而已 那么如果你还在纠结的 然后但是有有点闲钱的 然后或者是你有硬需求的 就比如说是一个家庭对吧 三口之家 那你妈妈可能和小朋友就拿的是那个读书签和陪读签 那你爸爸你也在国内不上班了 也是在清白陪着他们的 那你肯定要一个一个签证 那如果你年纪不到五十岁 那你靠那种读书签啊什么 其实留在这里就是也就能够凑合个三年或者几年吧 可能还不太稳定出点事情就很麻烦 那么这种情况你有可能就干脆啊 就是干脆就一步到尾啊 直接就就办个那种金银签了啊 我觉得这种就不用考虑太多 因为现在的价格还没涨还算便宜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基本上不会再低了 这应该是历史低价啊 不像股票还上升升上升升上升升 这应该是以后未来你十年再看 这个也是最最的一个那种低的一个价格了 我觉得一百万泰铢二十年还可以啊 如果你这还觉得贵的你也别喷我啊 每个人都有有自己的一个那种价值很良 因为你一百万泰铢也就二十万嘛 你二十万你有可能在其他人可能也就买个包 可能还不够对吧 你买个爱马仕的薄金包 你光配货可能就要配个十几万人民币对吧 你这个毕竟签证可以用二十年啊 但这只是每个人个人的看法啊 我是觉得一百万的那个对我个人来讲 或者和类似我这样的人来讲我觉得还是ok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一百万泰铢还是特别特别贵的 那么你基本上也就不要去想今天这件事情了 因为在未来呢 我刚才也说了 泰铢可能更贵 那就更加不划算了是吧 那就老老实实的吧 好到五十岁以后等养老千吧 是吧 那么还有你就是如果没有很强烈的一定要在这儿旅居生活的打算的话 其实就靠旅游签也可以啊 你一年办个三次对吧 你每次待两个月那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当然超过三次可能就不行了 他泰国政府不一定批你 但是目前的政策或者说前几年的政策吧 据我了解就一年三次的旅游签这样的方式啊 就是还是允许的啊 不会说什么就不批给你或者怎么样 但是超过三次第四次开始就不行了啊 反正这个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吧 好吧那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就是都是基于我个人的判断 我也没有什么有能业内消息啊什么 只是我谈下自己的看法 好吧 好那谢谢大家啊 那希望大家能够祝福我 能够出德鲁鱼的震荡波威能 因为我在玩拍拍熊 拜拜